我该占这个庄 还是这个庄 还是这个庄 还是什么庄呢 庄呢分很多种 很多的初学台前的庄友呢 比较迷惑 不知道自己该练习哪个庄工 大家好 我是太极飞飞 那么庄工呢也分很多种 比如呢有养生庄 无机庄 提案庄 还有服案庄 还有婚元庄 还有机机庄 庄分很多种 迷惑了很多人 其实呢我们要分辨 你自己要练什么庄 很简单 那么庄呢其实就分两种 一个呢是养生庄 一个是功夫庄 你明确你要占养生庄呢 还是功夫庄就可以了 比如你要占养生庄 养生庄呢 那站的是什么呢 养生庄 站的求了身体是松 是静 养生庄的呼吸 它是一个顺服式的一个呼吸 那么什么是功夫庄呢 那么功夫庄 它这个呼吸 是一个逆服式的一个呼吸 功夫庄 我们求的是一个内劲 这就是区别 所以说你要占功夫庄 就要用逆服式呼吸 占出内劲 我们无论是打太拳 还是练庄功 进取脚下 行于手指 就是说我们征整个身体的一个内劲的一个贯通 那么功夫庄呢 要求就有撑 抱 也就是说有开 有合 会产生这种内劲 比如这是混眼庄 我们在吸气的时候 是一个撑 一个抱 也就是说是一个合 呼气的时候 那么进的到烧结 这就是呢 是功夫庄 那么你在打太极拳当中 能产生这种内劲的拳 就是功夫庄 好了 今天呢 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你评许留言 关注我 带你学习太极拳装功 功法一类的学习内容